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 健康支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榮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學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袁醫生今天會跟我們講關於 冠狀動物的手術 究竟這個手術是否有用呢 原來有更好的方法 我知道現在文明人 有三大個毛病 癌症、癌症、心臟問題和中風 我們經常都會在新聞上聽到 運動員 可能跑完馬拉松 或者做做運動都會暴斃 都是關於心臟的 剛剛那個母親節 有人在會所游游下水 都是可能心臟有問題 而令到他暴斃的 那究竟他們需不需要接受 冠狀動物的手術呢 究竟這些手術是有沒有用的呢 有沒有科學證實的呢 相信大家都經常都聽過很多 親戚或者朋友 進行過這些 心臟搞痛 我們心藝 感覺自己有心臟病的危機 就趕快去做那些 我們叫做踏橋手術 我剛才所說 大家可能布子庵也有看到 就是母親節那天 在跑馬地馬會那裡 就剛剛有一個泳客 就是有蝦水 就突然之間心臟病發生 我那天剛剛又在吃飯 我當然沒有看到那件事 但是報章上也有提及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我們也都看過很多很多這些病人 就有心臟病了 所謂有心臟病 我們就看看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他 很多時候他們來的時候 都是已經看過很多其他的西醫專家 心臟病專家 就已經被建議要做這個手術 就是做這個踏橋手術 往往都很急 可能到下個月或者下個星期 就要做 他就來問我了 到底自然療法有什麼可以幫得他呢 通常在這種情況下 我通常會有一篇文章 我會給他看的 如果他英文程度足夠的話 這篇文章 原來在Atlantic 1984年12月的一篇文章 原這篇文章的作者 就是Dr.Thomas Preston Thomas Preston 這位西醫 原來就在華盛頓大學裡面的 一位心臟科的教授 他也是心臟科的中心 Pacific Medical Center的主任 這位是一位醫學院的教授 以及是一個心臟科中心的主任 原來在國安的時候 很久了 1984年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做 Marketing and Operation 就是推銷一個手術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A practitioner argues is overused, ineffective, and absurdly expensive 這個就是一個小題 即是說 冠狀動物手術 由一位教授說 他根本是過度採用 無效 以及貴到離譜 基本上是這樣 原來在美國 這也是很久以前的資料 但我相信現在都是差不多的情況 他説 冠狀動物手術 在美國來說 差不多是用在醫療的費用裡面 是最多的 即大部分的醫療費用 最多是用在這些手術 雖然這些手術和其他腹部的手術 或者苦科的手術 是比較少的 但是他在應用需要的儀器 或者醫療的人員 醫院裡面的地方 以及很多其他的東西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他是用最多的 當然在報章上 經常聽到很多這方面的報告 以及醫學界的人士 都是很推揚這件事 當然很多的 醫療消費的大眾 很多時候都是追求這種手術 可以這樣說 是代表了現時的 醫學科技的表表者 這是開心臟的打擊手術 但問題是 在現時使用的情況之下 可以這樣說 他對國家整體健康的 症的效果 差不多是負面的 好 OK 他說這些手術 第一 不會治好病人 以及 他是濫用得很離譜 以及 他那個費用 高黃的費用 可以說是把我們的資源 是由其他的地方 是差不多是拔走了 差不多 在美國來說 他說 起碼一半這些 這樣的搭橋手術 是不需要的 OK 他過去十年來的科學的研究 他發現 除了有些很特別的情況之下 搭橋的手術 是不會救到性命 或者預防心臟病法 在這些所謂 有冠心臟病的病人裏面 他說 如果那些病人 有這些心臟病的病人 他說不用開刀去處理 其實他的存活率 跟那些開刀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好了 但是美國的醫生 是繼續開方做這些手術 不斷地做這些手術 當病人一小小 或者心臟病痛 或者胸部痛 他就第一件事 就叫他們去做這些手術 好了 當然 有些人說 你那個搭橋手術 就是引導一個失了的動物 搭橋來等他通回 我相信 一般的小學生 或者中學生 都一聽都明白 很容易明白 原來 我們這件事 是怎樣 這個想法是怎樣開始 原來在過去 有很多時候 我們做一些 腿部大動物的手術 因為有時候 腿部大動物的手術 是失了 那我就會用一些 另外一些 的管道 是幼的、長的管道 將那些血液 由一點 帶到另外一點 即是來避免 那個閉塞的動物 雖然做了這些 腿部動物的手術 雖然很多時候 幾年之後 是一樣失了 但是 這些手術 有兩種很明顯的好處 第一 它即時 就是舒緩 那個腿部的痛楚 是不是 因為你不夠血 還有 它令到 腿部 那個 回復它的 力度 可能 因為以前 不夠血 腿部 即是用不到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 為什麼 這些醫生 會想 既然 在腿部 腳的 曉道手術 那麼有效 我們用在那個心臟 那個冠狀動物 那裡 其實應該是有相似的 效果 是的 所以這兩個譬如 是很貼切的 很強烈的譬如 令到很多人 對那個心臟病 用這種方法 是充滿很多很多希望的 那麼這個方法 其實大概在1962年左右 就開始的 雖然 在那時候 那時候 根本沒有任何的證據 證實 這種做法 是會有效的 嗯 好了 那麼到1969年的時候 這個手術 就可以說 是差不多 美國的國家裡面的 大的醫療中心都在做的了 那麼很少的醫生 當時呢 就會警告 這些這樣的 未經證實 未經實驗 未經證實的醫療 那麼 有很多大部分人 都覺得呢 應該是有效的 是吧 這些這樣的 然後曉道 將血管打一打 它 應該是可以減輕 那個心 心搞痛 也都可以預防 那個心臟 心臟病發 也都可以可以增長 那個那個 那個性命的 那麼 所以呢 當時呢 雖然很多 就是科學家呢 都覺得 應該我們要進行一個 這個 就是那個 有沒有效的 做一些研究 是吧 但是當時呢 很多人都認為 是沒有這樣的需要 是吧 那麼 也都有一些 這些 那個心臟病家 還有那些醫生呢 都認為呢 你不讓病人做這件事 是非常之不道德的 是吧 那麼 因為呢 所以呢 是一個所謂 叫做 這樣的比較 是不應該做的 那麼 因為他們深知 這些病人呢 如果沒有手術 就會死的了 那麼 雖然是從來沒有做過 是證實過的 那麼 也都當時呢 嗯 反而呢 很多的 就是 贊成手術的人呢 他們聲稱 是 很多的醫學的報告呢 說很多的病人 做完了那個 那個 那個疾病手術呢 就會正常了 或者是好過以前 還有那個 那個 預期壽命也都長了 那麼 那麼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一種 假設是從來沒有證實過的 OK 好了 那麼 那麼 在美國來說呢 在1970年 大概有13000個美國人 做了這些疾僑手術的 OK 但其中呢 有8%呢 是 在手術的時候呢 是死了 嗯 即時死的 有8% 雖然呢 今時今日呢 即是改善了 他說百多年 1984年 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雖然呢 現在的那個死亡數字呢 是減到1到3% 而已 因為我們的技術方面 改善了 這樣 那麼 但是呢 他當時認為呢 如果你不做的手術呢 死亡人數會更加高 就是會多過8% 這樣 好了 那麼 當然呢 我們根本就 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會不會是真的呢 這樣 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站 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元朗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官藏動物手術有用嗎? 原來有更好的方法 有請元醫生繼續跟我們分享 好 雖然那裡做了很多 一般人都認為他會有幫助 但這位作者 Dr.Preston 他是心臟中心的主任 他說他認為 其實如果不做手術的人 平均可能全會更加長 當時訓練手術的醫生 那些地方越來越多 差不多大部分大的綜合醫院 都有這樣的設施 而每年做這些開心臟的手術 差不多是不斷增加 到1975年去到6萬宗 那很多時候 這些手術會做在一些病人 通常叫做不穩定的心臟 叫做Unstable Angina 那就是說 他可能最近有些心臟痛 或者痛得很厲害 當然這種類別的病人 是非常之廣 可以這樣說 是很容易融合到過千的病人 他只不過突然之間 覺得心臟痛一痛 痛過一下 就包括了這些手術的病人 很多醫生 很多時候 都以為這些病人 心臟痛得這麼緊張 這麼嚴重 很可能就是在臨死亡的邊緣 立即當他是緊急的 緊急的 就馬上去醫院去做 也有些人 只不過有經歷過幾次 胸口不舒服 或者在休息的狀態 都感覺到胸口痛 很快就送入手術室 好了 1977年 美國的VA Hospital 即是那個退五軍人 軍人的醫院裡面 就出現了一個報告 他說 這是1977年的報告 他說 發現心臟曉道的手術 是暴病沒有 令到每年的心臟病 心臟痛的病人 死亡率是減低過 除非那些病人 是一種特別嚴重的 左大冠動物的堵塞 這一種是一種特別嚴重的心臟病 除非是左大冠動物的堵塞 除非是這些病人 其他人 其實可以這麼說 死亡率一點都沒有減到 好了 其實這個研究是很具科學性的 因為他亦都用一些對照組 作為一個比較 因為很多其他的研究 其實是沒有用對照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研究 好了 但是當時有很多贊成這些手術的人 就說 其實這些原因 這個問題 就因為VA Hospital 即是軍人醫院裏面的手術醫生 是差而已 即技術差而已 雖然當時在軍人醫院那些病人 在手術中死亡是低於美國的平均 即是說那些醫生不是手術差 其實在那個手術其中死亡 是更低於美國的平均 好了 好了 那麼到1978年 美國的那個癌症機構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最終就完成了一個相似的研究 那他就是Randomly 就是那個Randomly 是將個病人 就是有些所謂叫做不穩定的心搞痛的病人 是隨意識來到分配的 那一些呢 就在開刀 也有些就不開刀的 那麼他的結果呢 就跟那個軍人醫院那個實驗 是差不多的 即是說呢 在兩組人裏面呢 他們那個存活率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OK 即是說呢 這些根本呢 就不是一個真正的 即是那個那個緊急的手術 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覺得 哇 這些這樣的情況 心突然之間心搞得很厲害 你不做這些手術呢 你可能就這些手術呢 這些這樣的所謂英雄式的手術 救了很多性命 而兩個大的研究派也都不是的 好了 那當然啦 當時的醫學界呢 也都不理睬這個的 不理睬這個的那個那個報告結果 那一般的心臟的專家呢 就繼續呢 就繼續呢 就叫一些病人呢 有少少所謂不穩定的心膠痛 就立刻做手術 那當然呢 這個導致這個的心臟達橋手術的事業呢 是可以說呢 是爆炸性地增長的 是沒有止境沒有停過的 那到1983年呢 每年在美國做這些的手術呢 是升到19萬1千個 那到1984年呢 是當時預測呢 會超過20萬的 記住呢 肯定現在呢 是肯定不及這個數字的了 這是當時的數字來的 好了 其實呢 如果我們將那個病人做這些的 就是這些的手術去延長性命呢 應該呢 可以分為四個組別的 但是有只有一組呢 就是發現呢 是有少少的 就是的 預期的的幫助 第一呢 他說呢 有些人呢 第一組人呢 就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他沒有什麼症狀的 那這些人呢 就 通常呢 就是不應該走到手術床的 但很多時候 他們都一樣是被 被放在手術上的 那通常是什麼人呢 通常這些是55歲的人 他們那個醫生呢 突然之間呢 在他的那個心電圖呢 就發現有些不尋常的東西 那在一個 即是常規的警察裏面 發現這個東西 那跟著叫做運動的心電圖呢 就也都發現 咦 是真的有不尋常的 電波那些 那個電圖 看到出來的 那根據這個的原因呢 很多醫生呢 就將他轉介 做一些心臟科的專科 就再做一些 所謂灌心臟的那個造影的 那如果在這個灌心臟的造影呢 也同時也都發現呢 有 或者多個 多幾條的這些主要的動物呢 是有少少的堵塞呢 那這樣 那通常呢 這些心臟科醫生呢 就叫他去做那個手術的了 那之後呢 他説呢 如果通常他的解釋就是這樣說 他説呢 如果任何一條失了之後呢 他就可能 他就可能 他就有個心臟病 就可能即時死 可能會死亡的了 那這樣 那通常呢 這些病人呢 就會去做這些這樣的手術 那跟著呢 那時候呢 他就會告訴他的朋友 哇 好幸運的 如果不是這樣的 早發現了呢 我可能呢 就回不了了 我非常之幸運了 我現在還會過來 那當然啦 那些人呢 看著他在那裡 在那個 健身室裡面 繼續跑步呢 覺得哇 真的好東西啊 那但是呢 從來沒有任何的 科學的證據呢 是顯示呢 這一組的人呢 是這些手術 對這一組的人 有任何的幫助的 因為這一組的人 正我剛才說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象徵 只不過在例行的 那個檢查裡面呢 發現呢 他是有少少閉塞 但是從來沒有心搞痛 沒有性的 那麼很多這種人 都是被人做了手術的 好了 另外一種的 很容易被你做手術的人呢 就說呢 他呢 就可能呢 就是 曾經有心臟病 或者就 康復了 那很多時候 這些心臟的 專家呢 就會 建議這些病人 進行手術的 希望呢 這些手術呢 會保護他下一次的心臟病 還有呢 就不要突然之間死亡 那當然啦 這些這樣的策略呢 其實呢 是完全是沒有任何的 就是那個 像樣一些的 證實呢 是證實到的 反而呢 在有兩個的研究呢 其中一個呢 就是1983年那個 美國國立的 健康協會 NIH 還有另一個呢 在紐西蘭的 1981年的 而這兩個的機構 所做出來的 那個研究的結果呢 都發現呢 就算這一組的人呢 OK 完全是沒有因此 而減低 他那個心臟病發的 OK 即是 你做了 有一個心臟病 出現了一次 那你做這些手術之後呢 其實呢 第二次的心臟病 一點都沒有減到的 OK 那 在這兩個的研究裡面 沒有一個研究呢 是講到出來呢 接受手術的病人呢 是 活長 就是活長多過那些 沒有接受手術的 好了 那第三組的人呢 就要看進入的 被人開刀那些 那 那 他們呢 就好像 他有個心臟病發 那通常這種心臟病發呢 其實呢 這些這樣的跡象呢 其實是很不合靠的 那 而很多 你知道了 很多現在今時今日呢 每三個病人 即是以為心臟病發的 進去醫院裡面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有兩個都是證實是沒有心臟病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心臟病的發的那個那個 那個徵象是其實很不準確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當然了 那 心臟病這些這樣的 開心手術 那當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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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幫不到這些 那些沒有心臟病的病人 那 但是好了 那對那些真的有呢 那很多那個醫生呢 都 即是覺得呢 是 不應該去做這些的手術 因為我現在有些新的藥物 可以即是溶解那個血泉 那 可能對那個那個 導致的心臟病呢 其實呢 是更加有效 亦都可以這樣說 是減低心臟病的風險的 OK 那 那 所以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這些這樣的手術呢 雖然呢 很經常在這些的團體裡面呢 是經常用的 那但是 到底這個病人 做了心臟病的搭歧手術 即是一個 心臟病法做了呢 他是不是 因為 心臟病法 因為做了手術 而存活了呢 還是 根本呢 根本是 不用做都一樣那麼好的 是 現在有些一陣子 稍後回來 繼續治療法與你 唉呀 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 分享一下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 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 要你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觀眾動物手術有用嗎 原來有更好的方法 請袁醫生繼續和我們分享 好了 我剛才已經和大家分享過 三類的手術 進行手術的病 其實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但有一類是有幫助的 這個大概是佔所有的 心臟 開心臟手術的人 大概是11% 那這些什麼人呢 這些人通常就是 左大動物有堵塞 這是左大動物的 而根據1983年 美國國立健康中心裡面的 刊登的資料 其實這是最廣泛的數據 發現這方面有幫助的 另外有10%的人 如果三個主要的冠狀動物都失 加上他的心臟肌肉 已經開始出現皮弱的時候 那這種人可能都會手術 幫助他延長的性命 但是在當時這篇文章寫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們都需要多些時間 才可以證實到的 那這個同樣的研究發現 在這些開心臟手術 在其他剛才所說的那三類的病人 其實是沒有延長他的性命的 那差不多在我們所說的 在VA醫院那裡 即是做第一次公佈這個訊息 是七年之後的 那這個的 越來越多的證據 是出現 就是這些開心臟手術 是可以預防心臟病 以及可以救生命 是越來越多證明 是不是這回事的 OK 當然 我們以過去歷史的先例 我們都可以說 不是那麼稀奇 現在醫學專業的人 會出現這些錯的觀點 因為在醫學史上 有很多錯的觀點出現過 是不是 好了 但問題 現在我們已經有科學證實了 是有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醫生都不改 是不是 錯 錯出現的 會出現的 其實醫學史上 無數的人死在醫療的錯誤 歷史上 數以800萬的人死在那裡 但是現在已經有這麼多的資料 證實他們的想法是錯的 為什麼還不改 為什麼還不改 在NIH研究報告的結論裡 他加了一句 當我們開始 反對一些已經一般性被截立的觀點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批評 好了 不要說死亡的數據 通常很多人認為 因為開心臟的手術 起碼可以減低心胸口痛 是不是 這個很多時候 就是作為一個原因 你做好之後 心膠痛就沒有那麼多 OK 而很多時候 很多這些其他科學的研究 都覺得做了這個 踏橋手術之後 起碼生命的質素改善了 這全都是一個很主觀的 OK 好了 他當時 通常 你會看到問卷的調查 給醫生那裡 通常他們的答案 就說 會說 那些病人 說 哎呀 我差不多過去十年來 都沒試過那麼舒服 我現在做事 是多於我以前 開刀之前 做多於四倍 就是 很多這些都是一個很主觀的答案 那 很多人都說 病人的感覺 就是 就是做了手術之後 多謝他的手術 應該這個手術 就令到他的情況改善了 那當然 也有些是發現 他的情況是更加壞了 那當然 這些這樣的 我們叫做 訊息 就是病人的訊息 就是 經驗分享 對 經驗分享 都是有很多問題的 因為 過去 也試過很多很多這些 醫療的步驟 醫療的手術 都聲稱是很有幫助的 曾經在 Dr.Ram Robert Mendelsohn 這位醫科教授 有本書叫做 Confessions of Medical Heritage 醫療叛徒的自術 他曾經以前有一個手術 這個手術 就說 當醫生開心臟 然後拿爽心粉 灑在心臟那裡 然後蓋上它 病人就發現 哇 舒服了很多 很曬 好 接著有些人 他做了這些手術 然後有些人 做另一個手術 就開了心臟 你什麼都不做 就蓋回 病人都覺得 哇 很多很多 當然 這個手術 是一個大的衝擊 對吧 當你的身體 接受這些這麼大的衝擊 當然有些反應 不是這個手術 真的有幫助 可以看過 我們過去40年 很多這些 初初以為有用的手術 或者醫療 結果根本發言 根本是沒有用的 所以可以這樣說 這些搭橋的手術 是另外一個 所謂安慰藥 當然非常之可能 為什麼呢 曾經有做很多這些 所謂的静脈 静脈移植的手術 的過去經驗 他發現其實很多人 在做了手術之後 他就認為自己的情況 改善了很多 但是發現有一百宗 這些手術做了之後 其實那個静脈 根本就是已經可以這樣說 他那個 移植的静脈 根本是從來沒有產生效果 根本是死了 病人都覺得自己好 所以你也看到 那個心理因素 其實是很大的 包括很多這些手術 是這樣的 OK 所以這些 到底那個手術 是不是真的有改善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還有那個症狀 是不是改善了呢 其實都是很多疑點在這裡 好 好了 就算我們不要管 到底是 他的那個改善 是真正的 是一個想像 這樣 但是呢 在我們現時的 醫學的 搭橋手術的需求 是令到 在我們那個醫療人員那方面 是大大的需要大大增加的 當然了 令到很多的醫院裏面 很多這方面的培訓 是不是 到1970年年中期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是 訓練一下這些 這樣的 開心臟手術的 外科醫生 是增加的 差不多 有成每年是增加10到15%增加 OK 當然 如果我們不需要做這些手術 其實這些醫生可以做其他的 事情 是不是 不用做這些那麼多 好了 那麼 通常這些新的醫生 就會找一些地域 有些地段 進行他的工作 而發現 有些醫院裏面 做這些開心臟的手術 可以這樣說 是 即是 已 即是 相配 好了 今時今日 美國任何的小城市裏面 都有這些 外科手術的 團體 在這裏 加上那些 所謂的 轉介的中心 還有所有的醫院 如果想成為一個完整的醫療中心 通常都覺得 他自己應該 有一些 有自己的 開心 即是 開心臟手術的 團隊 你看到 你在香港 你也看到 香港醫學院 以及集中台灣 通常都很 引以為榮 我們有一團 有一團 開心臟手術的團隊 他覺得是非常之好 當然 這也是 為醫療界 健康界裏面 帶來最大的收入 所以 因此 你可以看到 其實 這種手術 可以慢慢地 自己有了自己的 帶動了自己的生命 這個可以這樣說 不是因為我們公共健康的需要帶動 而是我們醫療專家的金錢 帶動到底需不需要這種醫療 好了 講回醫療的收費 在美國平均 心臟手術的費用 平均是大概四千五百到五千元 每一個手術 記住 這是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我想現在可能幾倍了 通常 如果是 用領感中緩 救濟金的人 可能手術比二千 但會增加到 多於一萬五千 也有些地區 地價高的地區 平均的費用 是有四千到一萬 當然這些資料 不是那麼容易得到 醫院裡面的人士 和手術醫生都不會告訴你 通常被人知道 當然病人拿到這個單 和現疏公司給錢 他們很明顯知道 有什麼事 當然這些費用 是很視乎外科手術醫生 而且要做手術 要搭多少條 通常由第一條之外 再加 又要再加些錢 可以這樣說 在不同地區的醫院 那個價錢的分別 可以這樣說 差不多可以成100%的分別 所以可以這樣說 是沒有什麼真正的準則 現在稍後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E-A-L-I-N-G.com.h-k 歡迎回來 月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觀眾 動物手術有用嗎? 原來有更好的方法 有請袁醫生繼續和我們分享 好了 再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時的醫療的收費 有些手術醫生 如果你的病人是有錢的 就貴一些 6000元 如果有些病人 就是拿政府的津貼 那些 可能Medicare 就3000元 可以看到 這些收費的形式 是很常有的 而大部分醫生 覺得這是一個很慷慨的做法 以及很合乎 道德 humanitarian 很人道的做法 那就是 如果對那些沒辦法負擔的 就減少費用 但經濟學家 就說這些 就不是這樣說法 經濟學家 認為這些 是一種壟斷式的 價錢的歧視 OK Monopolistic price discrimination OK 如果是沒有一種壟斷 Monopoly的情況 是沒有 那通常那個販賣者 通常就會給所有買家 同一個價錢 OK 還有那個利潤 是比較會低的 但是你知道 現在的醫生 差不多是一個壟斷的 他們可以這樣說 他們可以用什麼價錢 都可以的 他喜歡開什麼價錢 就開什麼價錢 其實這些 所謂的海鮮價 其實不是說 會製造多些 需要的人去購買的 而只不過 令到販賣的人 是可以 剝取最高的費用 OK 即是任他開價 你有能力就開貴一點 這個情況 在香港是很常見的 香港那些私家醫院 裡面是很常見的 所以這個其實 是一個我們叫做壟斷的 醫療的環境 就容起這些問題出現了 因為沒有競爭 香港醫療是沒有競爭的 好 當然我們可以不斷改良 那個方法 也可以減低 手術的需要的時間 令到很多外科手術醫生 可以做 一天可能做五個到六個 可以做五個六個手術 每天裡面 但他用的時間 也可能越來越少 當我們的費用 是會提升的時候 其中是個藍盾 在華盾 在華盛頓DC那個發現 藍盾那個保險公司的發現 他說 在1975年到1978年 這些這樣的搭橋手術的 保險公司的付出費用 增加到75% 到1979年 根據一個國家的調查 大部分在美國的這些搭橋手術 原來只有六百七十七位 外科手術做的醫生 就是一個很壟斷的情況 他通常每年大概 是平均做一百三十七宗的手術 如果你是用1984年的價錢 來計算 這些醫生通常每年 可以賺取多過六十萬美元 這個數據是很延遲的 我想現在是肯定不止 至少過八萬 當然很多這些手術醫生 不只是做手術 這個手術是做其他的 所以有其他的費用 所以可以這樣說 他們每個平均的收入 保守的估計 起碼有七十五萬元 當然這些數據 不是代表一些很要求 很多人追求的外科手術 有些醫生一天做三個手術 可能一年做七百次 當然他通常會請一些助手 做一些開和埋的手術 這些人的收入肯定是過百萬的 好了 不是說只是那個 我們所謂的主診的手術醫生 拿錢拿得多的 原來很多的醫院裡面 他通常是有兩個 所謂的輔助的手術醫生 通常他也會拿到 那個主診的醫生的 二十個巴仙的費用 雖然很多時候他們所做的事 是護士都做到 可能其他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建築醫生都做到 是不是 其實不需要醫療人員都做到 OK 所以呢 那還有什麼費用呢 我講一下費用 那通常這些手術醫生的費用 還要給一些什麼呢 給心臟科的醫生 Cardiologist 他不是一個醫療人員 但你也要經過這些 心臟科的醫生 如果有時候 有時候按stand by 這些醫生按stand by 他通常都會有五百到八百元 雖然他什麼都沒有做過的 那這些這樣的心臟科的專家 當然也都在這些的 開心臟的手術 從中取了獲大的很多的利益 包括因為做很多的診斷工作 是不是 那你就要做一些心臟的 那個導管的手術 是不是 那有時候你又要注射一些 一些的顏料 到那個灌動物那裡 看看到底他實質是否厲害 那平均這些這樣的手術費 起碼八百元 OK 那當然跟那個心臟 手術醫生比就差得遠了 那但是這些的 這些這樣的心臟專家醫生 其實他每日去每一個病人 做這些這樣的導管的檢查 起碼做兩三次的嘛 就是他每個病人都做很多的 那他可能就每個禮拜做 然後每五次都會有的 那所以他們的收入都可以 當時估計是十八萬四千的 那只不過用的時間是五分之一的時間 那還有一些被人從中又收到錢 就是那些麻醉醫生 那麻醉醫生當然要視乎他用的時間 還有那個複雜的程度 那當然麻醉醫生的費用 都是因地域而不同 那但是當時美國的平均 那個是大概一千二百五十元 美金一宗的 那當然那這個麻醉醫生的責任 在除了在手術那段時間有 之前之後都很少的 OK 那所以很多麻醉醫生 一天起碼可以進行兩宗這些手術 那除了這些的費用 還有醫院 那醫院裏面需要很多什麼呢 需要那些設備 那個檢查的實驗室 和實驗室那些技師的費用 通常都是平均一千一百元的 那其他醫院裏面的測試 和住院費 都平均差不多一千元一日 那麼好了 那是手術室裏面的費用 護士 技術人員 那個儀器 和那些用品 都可以說五千到八千元的 那還有一般的那個血的測試 X光 和那些造影那些 可以這樣說 將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整個那個手術 差不多成二萬五千元的 OK 那在這種醫生的費用 差不多是七千五百元 可以說是整個費用的三十個百分比 那這個只不過是平均的 那其實很多人的醫生的費用 都可以這樣是超過十萬元的 OK 好了 那用這些這樣的價錢 而病人做這些手術的病人 其實很多時候是不需要的 做這些手術的病人 不是說他真的需要做意去做 而只不過他是能夠去用得到 我們叫做access 就是有些地方是多的 那就用得到 那好了 那什麼病人多呢 原來美國平均這些 開心臟手術的病人 通常是53歲的八種男性 他自己有私家的現疏 通常這些人最多的 那我也知道 那當然是因為很多心臟病人 男性居多 那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女性的結果是更差的 因為女性的動物是比較小一點的 比較難做很多的 OK 那還有的就是那個種族的分別 那當然這跟我們的生物學 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那當然我們計算了 我們那個年齡的死亡數據 就是調整了之後 那其實這些病的人 在美國黑人裏面是一樣的 可以這樣說 這些冠心臟的病 是對美國的黑人裏面 造成的傷殘 其實是比美國白人更多 那為什麼美國白人用了97%的手術 都是用在美國的白人呢 對嗎 還有呢 還有呢 做手術的人 我昨天所說 通常是年紀較輕的 53歲的白人 而真真正正正 美國人出現第一次的心腳痛 或者是心臟病發 那個中度中年齡 即中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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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65歲的 OK 而那個死亡的年齡 是中年齡 死亡的年齡 竟然是75歲的 OK 而看到 只是25%的 這些疊病手術 是用在65歲 或者延長一些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根本他用的人的言齡 根本是跟患病人的言齡 根本是不同的 很大距離 OK 所以 這個結論 是很明顯的結論 就是說 窮的人 非白人 還有老人 是用這些醫療的服務 是比較少的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分配是比較少的 今天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下個星期 會繼續同大家 分享 觀眾動物手術 究竟是否有用 還有 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開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 預約會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關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謝謝袁醫生 多謝大家 收聽 拜拜